几年前开始进行的如意宝珠官网阁项目 已经将如意宝珠放置在了各大战略要地 这位灵魂家族的形成定定了能量基础 在目前这个阶段 灵魂家族的团聚非常重要 因为这可以稳定地球上的能量 以便世界可以平稳地发生 我们要在地表创建尽可能多的灵魂家族 我们需要做的有 与我们的高我 内在的自我 进行连接 通过高我 与其他人的高我 进行连接 在2012年到2019年的时间段中 我们位于相变的第一个阶段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地球经历了非常强烈的进化 清理了很多黑暗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 这个过程比较艰辛 导致了光之工作者之间 产生了很多冲突 这些冲突 只有当你 跟高我分离的时候 才会发生 只有当你不理解灵魂家族概念的时候 才会发生 灵魂家族 远远超越了这些问题 他们之间 没有冲突 每个人 都是我们灵魂层面的兄弟姐妹 这是我们互动的基本原则 你需要平等地对待每个人 并从灵魂的层面 去进行互动 而不是从人类 被编程的角度 也就是带着标签 和标签所对应的假人格 去接触 我们远远超越了这个层面 灵魂 和灵魂之间的连接 是宇宙当中 无所不在的互动方式 在地球上 我们通过矩阵 对我们的编程 来定义彼此 人类的大脑 就是这么被编程的 这让我们感知到一致 这是非常低效的运作方式 你用你的大脑 再次确认了这个社会的编程 比如 当你开始分析 矩阵力 那些头脑产生的概念时 你就不会去使用高我 这样 你就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你就迷失了方向 你不能看到自己 也不能看到其他人 真正的自我 和灵魂 你听到的 有关一个人的80%的信息 都是错误的 你的认知 是通过这些错误的信息 建立起来的 这又进一步 导致了错误的假设 判断 还有冲突 然而 如果你把头脑 看作灵魂 来表达自我的工具 你就会把一个人 当作他真正的自我来对待 走入灵魂的层面 去获取信息 在更高的层面 你会获知这个人的真正信息 只超越了头脑概念的认知 目前 我们在地球上 有一小部分人 也就是那些最开明的个体 正在实现这种飞跃的进步 在地球被占领之前 社会虽然原始 却无意识地 在灵魂层面 有着连接 虽然不够进化 可是整个部落 都是一个整体 孩子们 是被这个部落养大的 部落 在原形上 等同于灵魂家族 执政官引进了 用来控制人类社会的生物 系统 即血缘家族结构 来控制我们的DNA 本质上来说 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根据宇宙的定律 在封闭的系统当中 伤值 总是在增加 这意味着问题的增多 这种生物系统 也因此 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 这些心理问题 是在家庭结构当中 通过血缘 来传播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超越 我们的血缘家族结构 因为这种关系 是为了维持 举身的结构 而设计的 超越血缘家族 是我们创造突破的 第一步 我们需要超越 生物家族的概念 扩展到灵魂家族 并在灵魂层面上 进行互动 这意味着 你在灵魂层面 可以认识到 对方是谁 并感受到你们的连接 这种互动 在事件之后 将会是新的实相 也就是新社会的基础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血缘家族 就因此消失 一些会经历转化 一些会经历拓展 但是 所有的人 都会想在灵魂层面上 建立连接 这将会产生一种 认知现实的新的感知 这会改善我们的关系 事件之后 会有很多的改变 特别是那些 为了维系矩阵结构 而建立的家庭 和关系 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会产生一种过滤效应 与光 和爱 相关的一切 与最高的实相 相符合的 将会增加 而虚假的一切 恐惧 和黑暗 将会减少 并消失 那些至于我们的光 和爱 将会永远存在 属于黑暗 和恐惧的一切 都将会分崩离析 最终 所有的虚假 都会消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